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这个基督与照会啊实在说是神中心的心意 那这本书呢十章我们上次分享了前五章 那今天呢这点时间呢我们来分享后五章 来看看神对基督与照会的心意 简单来说神对基督的心意啊 就是要让基督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做到我们的里面做我们的一切 然后至终呢要得罪照会 照会做神的团体的彰显 做基督的扩大 基督的扩展 也就是神的彰显 因为基督本来就是神的彰显 那照会呢又是基督的扩大 所以他就是神的彰显 那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呢 也就是我们得着的神的救恩 所以呢基督徒也享受神的救恩 神享受神的救恩的这个目标 就是为了产生照会 而享受这个救恩的秘诀呢 乃在于认识我们人有灵 如果不认识我们人有灵 不认识我们不能分辨我们的灵啊 我们就很难享受这个生机的救恩 主观的经历这个救恩 所以这后面的六章啊 跟这几个方面都有关系 跟这个基督 跟赵会 跟我们的救恩 跟我们的灵 内地的各部分都非常有关系 那我们首先来看第六章 第六章就是神的心意及其完成 第六章神的心意及其完成 首先他就给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什么呢 神的心意就是要让基督坐到我们的里面 基督坐到我们里面呢 我们就成为神人 也就是基督人 那基督人谁呢 就是神与这个人的调和 基督调和的人 就是神把基督和我们的调和在一起 那我们就成为神人 就成为基督人 那神怎么来完成他的心意呢 神完成他心意的路呢 首先是把我们人造成器皿 这个在创世纪我们已经看到了 神要把我们做成一个成装神的器皿 然后呢 神也给我们一个灵 就是一个接触神 接受神的一个器官 这个人的灵呢 就是接触神 接受神的器官 那第三步呢 就是神自己成为那灵 神自己经过过程啊 成为那灵啊 就得以在我们的灵里 这就是神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的心意 这个过程 这个路 不光有这个心意 他有这个路 然后呢 那我们与神心意合作的路是什么呢 那我们如何跟这个神 要把基督做到我们里面 这个心意配合呢 我们配合的路呢 第一个你要看见 第二个呢 你要借着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看见什么呢 看见基督在我们的里面 然后呢 我们要脱去旧人 并穿上新人 那这个旧人和新人 其实我每一个得救的人呢 都有旧人和新人 旧人呢 他这里说呀 我们出生 我们每个人呢 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出生了两次 我们第一次的出生是经由父母 从亚当而生 我们第二次的出生是经由那灵 从基督而生 所以呢 我们都有旧人和新人 那主把这个旧人呢 留在我们的身上的用意 乃是要使旧人 就是我们外面的人渐渐的销毁 使新人 就是我们里面的人得以更新 我们里面的人得更新 并且我们活在新人里时呢 基督就成为我们里面的一切 因为在新人里 基督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所以呢 我们跟主配合的路 就是要脱去旧人 穿上新人 那主要将我们这个外面的人销毁 要将我们里面的人更新 他要完成这个事的路 这个事的路呢是双重的 一个就是用外面的环境 然后呢一个呢 在我们的里面 加强我们到里面的人 也就是加强我们里面的灵 所以呢 外面的环境啊 就是为了破碎 这个销毁我们外面的人 那里面的灵的加强呢 就是为了更新我们里面的人 为了叫我们穿上新人 这个是我们跟他配合的路 所以呢 旧人就是己啊 我们我们的实情 我们在实际的现实生活中 就绝不要同意旧人 绝不要尊重我们这个旧人 也不要随从他 反之呢 我们要始终随从我们里面的人 就是基督自己 也就是那灵 这个通常我们都说狮子架 其实基督徒常说狮子架 其实狮子架 实际经历狮子架的路呢 就是操练我们的灵 脱去我们的己 否认我们的己 并将我们里面的人呢 转为同意里面的灵 同意那灵 跟从那灵 所以这第一章 这个第六章 是蛮基要的 也是蛮重要的 那么这一章简单的总结 就是神永远的心意 是要将基督做到我们里面 为了完成这个心意呢 神把人造为器皿 并赐给人属灵的器官 以接受神自己到他里面 然后不仅如此呢 基督自己也成了那灵 并进入人的灵里 神的心意既是要将基督 坐到我们里面 我们就必须看见 我们与这心意的合作的路 我们与这心意合作的路呢 乃是看见基督现今 活在我们的里面 并且操练 否认我们的旧人 及而活在我们的心人里 我们借着活在我们的心人里 基督就能将他自己 坐到我们全人里面 直到他在我们里面是一切 又在一切之内 愿主把我们众人都带进这种经历里 这是非常宝贵的一章 也实时上也是神对基督心意的重要的一章 那么下面一章就第七章 给我们看见圣经中的两个奥秘 第一个就是关于三一神的奥秘 第二个呢 是关于神永远的救恩 与对他经论之审判的奥秘 所以呢 一个是三一神 我们在这篇信息里有很多的篇幅讲到神圣三一 三一神的琐事 然后呢 第二个奥秘呢 是讲到神永远的救恩 和神对他儿女的审判 一面来说 神给我们的救恩是永远的 是稳固的 另一面呢 神还要审判我们 我们还在他的面前呢 有一个责任 这个呢 是很重要的 这是两面的真理 所以呢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奥秘 就是神的三一 这个神的身位啊 是一个奥秘 那其实在圣经中 一直从旧约到新约都有启示 你比如说 启示创世纪的第一章第一节 起初神创造天地 那个神呢 是复朔的 就是含世了三一 而且那个造呢 是单朔的 所以在那里给我们看见呢 这个神圣的三一 那么到了一章二十六节 神造人的时候 神说 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 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 在那里呢 也是复朔的我们 而造呢 是单朔的 就给我们看见 神是三一的 那么在以赛亚说啊 也讲到神 拆迁 谁 神说 我可以拆迁谁呢 谁可以为我们去呢 以赛亚六章 那个撒拉福的赞美说 圣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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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万军这些话 这里讲到三重的圣灾 三重的圣灾 然后明朔就讲到 这个祭司给以色列的祝福 也是三重的 所以呢 到了新约呢 主耶稣教我们的祷告 有三愿 主啊 愿你的名 备周为圣 愿你的国来临 愿你的旨意 行在地上 如同行在地上 这里呢 又给我们看见 三一的奥秘 那么当然 主耶稣复活之后 他讲到说 我们要去世万民 做主的门徒的时候呢 他说呀 要将他们进入 父子圣灵的名里 父子圣灵 就是三嘛 这个名呢 又是一 所以呢 从这个圣经啊 从头到尾啊 都给我们看见 神圣的三一 好像有父子灵 三的讲究 但是呢 这三呢 全不是分开的 这三 就是一 所以呢 这个三一 虽然这个圣经里 没有这个词 但是三一 这个事实呢 却是在圣经的里面 那这个呢 与我们的经历 也是相符的 你看呢 我们对主的经历 我们呼喊 哦 主耶稣 我们呼求主的时候 我们里面接受什么呢 我们接受的是灵 我们接受的是那灵 是圣灵 所以呢 你喊的是主耶稣 是子神 你接受的是灵神 当你继续不断地向主祷告的时候呢 你就会摸到父在你的里面 你就会对父有感觉 你就会说父啊 阿爸父啊 这个呢 就给我们看见 这就给我们看见了 在我们的经历上 父子灵也是一个 父子灵三者乃是一 父是源头 子是彰显 灵是三一神的交通 这个就是在这一章 给我看见三一神的奥秘 我想呢 这是非常的清楚的 那就是给我们看见 从旧约 创世纪开始 一路到新约啊 都给我们看见 神是三一的 神是父子和灵 但是呢 又是一 三者乃是一 那这一章 给我们看见另外一个奥秘啊 就是永远的救恩 与神对他儿女之审判的关系 那么一个一面呢 这里给我们看见 救恩是白白的恩赐 也是永远的 这个呢 在圣经里是很清楚的 这个我们得救是本于恩 这个说到是恩恋 就是白白的恩赐 不需要我们做什么 没有一样 是我们的努力的结果 但是另外一面呢 我们信徒接受 这个得救之后 我们作为这个信徒呢 我们有接受赏赐或是惩罚 是在于我们得救后的生活和工作 所以呢 一面来说 神赐给我们一个白白的救恩 另一面呢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 是要负责任的 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如果蒙称许 我们就要得赏赐 我们如果不蒙称许呢 就要受惩罚 而这个奖赏和惩罚呢 赏赐和惩罚呢 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回来的时候 所以在基督回来的时候呢 所有的信徒啊 要在基督的审判台前受审判 这个是非常清楚的 罗马书十四章十节 灵后五章十节 都给我们看见基督的审判台 而基督的这个审判台呢 不是审判外邦不信的人 乃是审判他的儿女 他的信徒 那我们都要造成 在根据我们这个一生 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呀 接受神的审判 那所以呢 在圣经里啊 使徒保罗是向着基督的审判台 生活的人 所以他是一个竭力 往前要得赏赐的人 他说他竭力向前 在菲律比书说 他竭力向前 在希伯来书也说 是一个赛城啊 所以到了 一直到了 他写的最后一封书 快要训到了 他说他跑完了 他的赛城 他才有把握 他会得着奖赏 所以呢 在这里给我们看见 这个奖赏和惩罚啊 是这个我们基督徒 必须面对的 我们一面来说 我们白白的得着一个救恩 这个救恩是稳固的 另一面呢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 是要负责任的 所以圣经教导啊 永远的稳固 圣经也教导啊 信徒的责任 信徒的责任 这个呢 其实解决了基督徒中间的两派的争论 一派就是加尔文派 一派就是亚美尼亚派 加尔文派啊 相信这个救恩呢 是一次得救 永远得救 是稳固的 这是对的 但是呢 但是呢 他也没有看见 这个人得救之后 还要负一个责任 对自己的生活和工作负责任 那另一面呢 亚美尼亚派呢 他们认为自己是有责任的 但是他的救恩呢 就说根据你的情形 你做得好 就得救了 你得救做得不好 就不得救 但是呢 这里圣经给我们两面的真理 平衡的真理 就是把这个两派啊 都解这个问题都解决了 其实呢 一面来说 神的救恩是白白的恩赐 神给我们的恩赐 救恩是白白的 而且是永远稳固的 永远不会夺去的 但另一面呢 我们在地上的生活和工作 是要负责任的 有一天我们还要面临基督的审判 而那个审判决定我们在要来的国度里 是受惩罚 是要得赏赐 所以啊 这就是第七章 再给我们看见 我们的救恩和我们的生活和工作 我们的责任 那么到了第八章啊 这篇这本书的第八章 就给我们再来看 召会 他在讲的 因为第六章 给我们看见基督 神对基督的心意 那么第八章 就给我们看见呢 神对召会的心意 所以这一章的篇题是说 真正建造 并恢复召会 作为基督的身体 所以这个召会呢 是需要建造的 召会呢 也是需要恢复的 这个召会 得着恢复 得着建造的召会呢 就是基督的身体 所以在这一章啊 首先给我们看见 神的心意 是要得着召会 基督的身体 第六章 我们看见 神的心意 是要将基督 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做到我们的里面 那这一章就给我们看见 神的心意 是要得着召会 你可以说呀 神把基督 做到我们的里面 分次到我们的里面 我们跟他配合 得着这样的分次 得着这样啊 基督做到我们里面的目标呢 其实就是为了产生召会 产生了基督的身体 所以圣经启示 神永远的定指 他的心意是要借着 他的儿子基督 并借着赵慧 做基督的身体 来彰显他自己 神一过所做的 神现今正在做的 以及他将来所要做的 都是为了这个目标 得着一般蒙他拯救 并被他充满的人 成为基督的身体 做神在那士灵 指基督里的彰显 哦 这是神心头的愿望 也是圣经中心的事 所以这个呢 是很清楚的 那么他在这下面 就给我们点出来呀 像罗马书 罗马书是讲神的救恩吗 但是呢 这个救恩不是到第八章 救恩是一直延续到十二章 给我们看见基督的身体 神把一个罪人拯救回来 救的目标 经历这个他的救赎啊 经历他的拯救啊 之中呢 是要他们成为基督的一个身体 就是赵贿 我们都是基督身体上的 这身体上的肢体 那这是罗马书 那整本圣经呢 整本圣经最后一卷书 就是最后一件事 就是用宝石建造的新耶路撒冷 你就可以看见呢 神的心头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 是要得着一个建造 神不是得着一堆石头 一个石堆 神乃是得着一个建造 这个其实呢 是神心头的渴望 而今天仇敌的工作呀 也是攻击这个建造 所以呢 他在下面就讲了 这个建造造会 要建造造会 不建造我们的自己的执事 这很重要 这个执事呢 你看呢 神为了建造造会 在以后所底四章呢 给我们看见的赐下使徒啊 圣言者呀 传福音者呀 牧人和教师啊 你看他赐下这些恩赐的人 这些恩赐的人的目标 啊 是要成全圣徒的 这些恩赐者的目标 是要建造造会 他不应该 他们不应该建造自己的执事 而今天基督教里呢 那很多人就是崇尚 人呢 他自己有执事 有恩赐 啊 或者是有什么样的 啊 这个这个 什么样的执事 传福音的执事 或者是这个 教师的执事 或者是这个 使徒的执事等等 但是呢 他们就建立这个 那很多基督徒呢 也很崇尚这个执事 却是不关心 这个执事的目标 执事的目标啊 乃是建造 基督的圣经 乃是建造造造会 所以呢 这里特别提醒我们 我们在这里的目标 是要建造造会 不是建造 我们自己的执事 那这个 使徒们都是这样 对不对 那么使徒保罗 使徒约翰 都是这个 包括彼得 他们都是建造造造会 你看约翰 到最后 这个使徒们 最后的执事 一位的约翰呢 他到最后呢 写起事录的时候 就给他们看见 这个造会 乃是金灯台 那么这个李弟兄啊 他自己也做见证 他说你看 我们到台湾的工作 虽然李弟兄的知识 很丰富 很宝贝 但是很多人并不知道 李弟兄的知识 我因为我们的目标呢 是要建造造造会 所以这个造会的建造 是很重要的 而且呢 他自己做见证 当时当年在上海 后来到台湾 后来来到美国 他一离开 就离开了 离开之后呢 造会仍然在往前 仍然在建造 因为他在那里禁止 是帮助赵慧的建造 所以不会因为他的离开 叫赵慧的建造 受到亏损 反而呢 因为赵慧的建造 是他服事的目标 所以呢 他这个义指呢 不会 因着一个人的执事 受到这个影响 所以执事是为着 赵慧的建造的 所以下面他有一些话 也是很宝贵 他说我们在工作里的人 执事主建造赵慧的同工 赵慧是主的家 换句话说 赵慧不是我们的 乃是主的 并且赵慧也是众圣徒的家 我们一建造众地方 赵慧为目标做工时 我们的工作就有果效 因为我们是把众圣徒 带来进攻用 圣徒们来聚会 他们不觉得是来到 来到另外一个人的赵慧 他们是觉得赵慧是他们的 所以这个也是很宝贵啊 其实我们做工 就是要把赵慧建造起来 赵慧建造起来了 圣徒们他们 这个赵慧是他们的 我们是 我们如果是主的工人呢 我们就是帮助他们建造赵慧 所以呢 所以这个呢 不是建造执事 乃是建造赵慧 所以今天这份执事 其实这份话语的执事 这时代的执事 就是一个建造赵慧的执事 所以呢 我们是帮助圣徒 建造他们的赵慧 那这个身体呢 才会有冲击力 那这里他说 我的身体的种植体 只要是一 就有冲击力 另一面我身体的种植体 若是脱节啊 就失去了冲击力 不过是一对骸骨 所以呢 这是很清楚的 赵慧建造在一起的时候呢 就有冲击力 那么这就是 那然后他讲到这个赵慧的恢复 他说呀 其实呢 这五百年前改教的时候呢 主已经恢复了许多的项目 这经过这五百年呢 很多真理的项目 实行的项目都得了恢复了 但是呢 他说在主 他说我们觉得 在主回来之前 赵慧的建造 也许是主恢复的最后一项 这个很重要 所以呢 我们今天我们读这本书 我们看这些信息 我们里面呢 真的要有这样一个意象 今天神的心意 是要完成 对赵慧建造的恢复 而我们呢 我们的所有的服饰 我们所有的工作 都不是为了我们自己 不是为了我们自己的执事 自己做什么 自己的工作 我们都是为了地方赵慧的建造 产生基督的身体 那他说基督身体的建造呢 是需要一般的移民 新约的得胜者来完成的 要移民被建造起来 成为基督的身体 这就预备道路啊 让主来回来 所以这就是这一章啊 关于赵慧 是建造赵慧 恢复赵慧 然后呢 为着作为基督的身体 是非常清晰的 一篇透亮的话语 那么在这篇信息的后面 有一些问答 我觉得也蛮有意思的 也是对我们今天呢 也很适用的 他说啊 有一个问题说 我们所接触的许多基督徒 来到恢复里得了祝福 但同时他们还留在 他们自己的工会里 他们需要主的时候就来这里 但他们的钱财工作和力量啊 都摆在他们的工会里 他们似乎只对赵慧 获得东西有兴趣 对建造赵慧没有兴趣 那么这个提问题的人就问说啊 我们如何能改变这情形呢 你看啊 这个其实我相信 这个也是我们现在很多人 有这样的这个顾虑啊 或者是疑问呢 那请听理听的回答 他说啊 倘若我们的目的是把人 从工会拉来帮助我们 主不会祝福我们 我们的目的应当是帮助 所有神的儿女 你看这是多好的回答 他说我们以这样的目的做公事 主也许主宰的是一些弟兄姊妹 来在一起成为核心 站在正确的立场和地位上 实行主身体真正的彰显 这里这里呢 越有祝福和主的同在 人就会越来啊 得帮助 他们得了帮助之后 也许回到他们的工会 帮助别人 若是这事发生 我们必须让他们去 并相信这事是在主的手中 我们必须给他们完全的自由 或留在他们的聚会里 或回到他们 或留在我们的聚会里 或回到他们的工会 一般而言 我们不该告诉人 要离开他们的工会 我们必须相信 主会主宰的 使一些圣徒清楚恢复 并使一些人成为核心 为他的儿女 带尽主的祝福 我觉得这个回答真是太好了 也太经典了 也是今天呢 我们该有的实行 我们在这里所做的 就是用这份话语的执事 主的话语 主的真理 供应 祝福 所有神的儿女 那么神的儿女们 他们愿意留在他们的工会 帮助别的他们弟兄姊妹 那很好 他们愿意 他们看见异象了 愿意走恢复的道路 站在正确的历史上 实行照会的生活 那也好 那更好 无论如何 我们在这里是供应神的儿女的 这份执事是供应神的儿女的 不是要拉人来 为着这个工作的 那这样的话 我们的心 如果像弟兄这样的宽大 这样的大的话 我们的主啊 就会祝福我们 好 这就是第八章 关于啊 照会的建造与恢复 然后第九章呢 就讲到说 我们需要穿上照会生活 而有真实的基督徒的形式为人 所以穿上照会生活 这就是说 既然照会是神的心意 那我们就要穿上照会 穿上照会生活 他首先指出呢 照会是基督的丰满 照会是基督的身体 然后呢 下面说照会是新人 而这个新人呢 是一个新人 所以呢 我们需要穿上 作为新人的照会 他说真实的基督徒 形式为人 乃是在照会生活中的 形式为人 这就是为什么 以福所书四章 那里说呀 我们要脱去旧人 并穿上新人 我们已经看见 照会就是新人 因此 穿上新人 就是穿上照会 基督的身体 我们寻求得胜 但我们必须看见 得胜的生活 是在照会生活里 那现在他这就很实际 有很多时候 基督徒追求得胜啊 但是其实在自己里面 是很难得胜的 但是呢 在身体里呢 在照会生活里 我们就很容易得胜 我们把我们的难处 带在身体身体的交通里 跟弟兄们呢 一同交通 弟兄们一同我们祷告 可能一个一个 一个很短的祷告啊 就把我们的问题就解决了 就叫我们带过去了 就叫我们得胜了 所以得胜的生活 是在身体生活里 是在身体 然后呢 他说圣别 属灵的经历 我们很多属灵的经历啊 也都是在照会生活里 在照会里 我们在经历属灵 所以呢 这个我们必须穿上照会生活 所以下面最后这段这段话 我读给弟兄姊妹听 这一章的最后一段 他说我们若有真实的照会生活 就真正活在心人里 我们若有真实的照会生活 就是真属灵啊 我们若要知道自己有多属灵 就必须看见 就必须看见 我们有多少在照会中 我们有多少在照会生活里 并行事为人 我们的全 我们的全人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行事为人 以及我们的日常生活 有多少在照会 照会是真正的事业 我们若活在照会生活里 借此穿上新人 就会完满的享受 并经历基督 我们都必须凭基督而活 并活在照会里 我们都必须过基督徒的生活 和照会生活 我们若有这两折 就会完满的经历基督 所以这一章也真的很宝贵 给我们看见我们的属灵啊 我们的得胜啊 我们的一切啊 都在于我们能有多少在照会生活 我们如果在照会生活 就经历这个属灵 就经历得胜 我们事实上 这个照会生活 是我们的得胜 属灵的一个真实的试验 所以这就是 在时机的一面 给我们看见 我们不光神的心意 要建造恢复照会 而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需要穿上照会生活 而有正确的形式为人 那这本书的最后一章呢 就又给我们一些实行上 经历上的指引 就是叫我们要分辨我们的灵 并认识我们的灵 并与我们内里 诸部分的不同 这个呢 又回来看 我们事实上 要经历基督的分次 要过照会生活呢 我们需要分辨我们的灵 因为今天呢 因为今天我们的主乃是那灵 活在我们的灵里 在我们的灵里呢 生活 居住 运行 行动啊 并行事 所以我们需要分辨我们的灵 那我们人呢 里面有内力的部分 还有一个隐秘处 在这个诗篇呢 旧约的诗篇 五十一篇 大卫在那说 看啊 你所喜悦的 是内力诸部分的真实 你在我隐秘处 必使我认识智慧 所以呢 弟兄姊妹 我们可能不想 我们里面有一个叫做隐秘处 我们里面有个内力的诸部分 隐秘处啊 就是我们的灵啊 内力的诸部分呢 就包括我们的魂的各部分 其实包括我们的心啊 我们的心思啊 情感啊 意志啊 我们的 这个内 这是我们内力的诸部分 所以他说啊 我们要认识 下一段就讲到 我们认识我们的灵 和其他内力诸部分的不同 我们的灵 除了我们的灵之外呢 我们内力的诸部分 还有什么 还有我们的魂 还有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思 情感 意志和良心 我们的灵 与我们的魂 与我们的心 与我们的心思 情感 意志 是不同的 那我们的灵 首先我们要认识 我们的灵 跟我们的心 是不一样的 我们的灵 我们的心是一个爱的器官 是爱主的器官 我们的灵呢 是一个接触主 享受主的一个器官 所以呢 这个灵跟心 是不一样的 那心里呢 包括了珠目粉 心里包括我们的心思 情感 意志和心思 和我们的良心 这四个部分 所以呢 我们要用心 爱我们的主 用我们的灵 来接受 享受我们的主 那下面他就讲到说 我们需要否认 我们的心思 情感和意志 而跟从我们的灵 他很细地指出来 我们需要否认 我们的心思 我们需要否认 我们的情感 我们也需要否认 我们的意志 然后呢 我们需要跟从 我们的灵 那我们如果 否认我们的心思 情感意志 跟从我们的灵呢 下面就有一个结果 我就把最后的结果 读给弟兄姊妹听 他说我们说 跟从我们的灵 并跟从我们灵里的感觉 会有一个结果 结果是什么呢 就是基督安家 在我们的心里 以弗所三章 十六十七节说 愿他照着 他荣耀的丰富 借着他的灵 用大能使你们 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 使基督借着信 安家在你们的心里 主住在我们的灵里 这我们很 我们跟随他使 父就借着他的灵啊 加强我们的灵 这就为主啊 开一条路 使他安家在我们心里 和我们里面的全人里 这一世事啊 主充满我们的心思 情感 意志和良心 这是主的愿望 这也是我们经历主 正确的路 我们也许知道 我们需要被主充满 并变化成为他的形象 但这如何发生呢 路乃是要我们认识主 作为那灵 在我们的灵里活着 居住 运行 并看见我们的灵 与我们的心思 情感意志和心不同 放弃那些不是灵的 单单跟随灵的感觉 我们若跟随我们的灵 我们的灵 就会被那灵加强 结果基督就要安家 在我们心里 并以他自己 充满我们内里的株部分 然后基督就要成为我们里面的一切 我们全人就要被基督充满 这就是跟从主 并过真正基督徒生活的路 好了 这就是这本书的最后一章 简单说 这后五章 又给我们看见 神对基督的心意 神对照会的心意 以及我们所得主的救恩 和我们经历着救恩 享受着救恩 过正确的照会生活的路 那简单来说 神对基督的心意 神就是要把基督 做到我们的里面 然后呢 至终呢 他要产生照会 今天他的心意 就是要建造他的照会 恢复他照会的建造 那我们就需要呢 穿上照会生活 时机的过 时机的行事为人 乃是在照会生活中的 行事为人 我们的一切 都是为了照会的建造 然后我们给我们看见 这其实就是我们 对救恩的经历 你看呢 神的救恩在我们的身上 给我们 是我们 我们需要 一面来说 这个救恩是白白的恩赐 是稳固的 另一面呢 我们也需要顾到我们的 今天的生活 和今天的工作 而今天的生活 和工作 其实跟他的 神的心意呢 是密切相关的 就是跟基督 活在我们的里面 安家在我们的里面 为着照会的建造 为着照会的生活 密切相关的 所以呢 一面来说 他这个内力的经历 在基督安家 在我们的里面 我们要否认 我们的心思 情感 意志 否认我们的己 否认我们 这个天然的生命 脱去我们的救人 另一面呢 我们要跟随 我们里面的灵 让这个灵啊 被加强 之中呢 他就基督 就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而这样一个 否认己 否认心思 情感意志 让基督安家的过程呢 也就是啊 他把他自己 做到我们里面的过程 也是我们呢 实际的 在照会生活中 过团体的生活 建造造会的路 那么这个呢 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 神在我们身上的救恩 我们里面生命的经历 跟基督 跟神对基督 与照会的心意 是密切相关的 弟兄姊妹 我觉得这本书 真是太宝贝了 就是啊 这些事情呢 都连在一起了 神的救恩 我们生命的经历 内地属灵的经历 还有呢 神对基督的心意 神对照会的心意 都连在一起了 这不是分开的 对不对 神的心意 是要把基督 做到我们的里面 神的心意 是要建造他的照会 基督的身体 做他的彰显 神叫我们得着一个救恩 白白的恩赐我们 谁也顾到我们 今天在地上的生活 就是要叫我们属灵的经历 要叫我们分辨灵与魂 分辨灵跟心的分别 叫我们否认 我们的天然的心思情感意志 让基督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叫我们有这些属灵的经历 这些属灵的经历 和我们对救恩的经历 弟兄姊妹 其实跟神 对基督与照会的心意 是密切相关的 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 我们就经历了 神把基督做到我们的里面 也经历了照会生活 照会的建造 我们也实际的活在照会生活里 那么这样呢 也就成就了 神永远的旨意了 感谢主啊 愿神祝福我们 我们借助追求这些书籍啊 读这些属灵的话 我们也求主给我们 智慧启示的灵 带着祷告的灵来读 真的你在读到之后啊 你向主有些祷告 把自己奉献给主 看见神的心意了 我们就要求主啊 带领我们 我们也愿意把自己 交在神的心意里 就是为了基督 为了照会而活 然后也有这些属灵的经历 也有这些对救恩 这个生命的经历 求主啊 祝福我们 我们 咳咳